有一個計劃在上面 那這個概念 重要的方案區域也會有固定 那像Amazon 這一塊的Amazon應該會比較 做得比較長一點 Amazon就有提供一些例子 這個我就不去帶 比較容易找到它 它的一些定價的規則 這邊一個月多少錢 Storage,Storage pricing Request pricing Data change from pricing 基本上就是一個 一個雲段幾寶的一個規模 OK 好,那這個另外一個小型 來跟我們一下這個問題 你在市場中 常接觸到雲段業績有哪些 它各個屬於哪種公務模式 問題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用過什麼 然後你覺得是什麼模式 剛剛三個 IAS 好,這三個 IAS PAS IAS 好,同學 我們分享一下 來自願的 自願分享一下 你平常用過什麼樣的雲段 你用過什麼樣的雲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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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過什麼樣的雲段雲 那如果是雲段雲 它是屬於哪一種 要不要再看 謝謝 如果它沒有雲 好,那你用過什麼樣的雲段雲段雲 SL 看一下 這三個 第一種 對,是第一種 有沒有同學 謝謝各位同學 有沒有同學 有沒有第二種 讓背景 寫過 寫過Python 有什麼原因 你要自公性 不是電子性 好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其實 各位,各位 你只要的SALS 熟悉 你就有武器在身上 怎麼去製作武器 就不是你的問題 對不對 這在工程內的問題 你是做好 讓你來利用 所以你要會利用 你不會做原賣 是你要會利用 槍械大放 你要會利用 那你就會用 你就會 可以 得到 達到你用的目標 對不對 好,很好 剛我有提到 哪些的模式 你比較少 你比較少 你比較有接觸 那就第一種 因為 軟體的服務 或是軟體的服務 那 第二 你要少接觸 我剛講 可能我不是一生計師 就比較少接觸到 PAS 跟IAS 但是它不存在 所以 你跟它 無是指 無某一種類型的客戶為 各種類型的消費者 它都必須 它都可以去支援 它可以去支援 它可以支援 好,那其他服務 也很多 這個 從字面上看 就是 除所就是服務 Storage and Service Compute and Service 你可以當交讓你做計算 這一點 這一點 也是 服務 有時候你要做一些大量的計算 有時候要充作業 各位如果像 像 說這個 數學商 有一些作業 像舉證預算 或是要 像有些材料 或是有些 工學員有些要做模擬的 那個都要算有些數據 自己的電腦要跑 要跑多久 好,兩、三天才跑出來 那預計不好 你要跑一個禮拜 真的當然跑一個禮拜 才有數據 然後不然研究 沒有數據出來 就不可以往家做研究 所以 什麼時候可以跑出來 可以 可以 決定我最後是研究完整的時間 那你就這樣 E7啊 你只能慢慢跑 慢慢跑 所以這時候 如果你可以 把這個計算 打包 計算結果打包之後 丟給你來做 那很快就做 好 要做 所以 在各位 也許你碰到的機動 也都蠻單純的 像 在資訊工程裡面 有時候碰到一些計算 他真的是非常好事 像我們在資訊工程裡面 有一個 也叫做記憶演算 記憶演算 記憶演算 就通過記憶的代言 不斷的 產生下一代 下一代 那找出最佳的答案 那有時候 要放好幾十代 上海帶 這個都是法律要做 那這個就好 很久 通常都要跑好久好久 一台電腦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更為你來做 喔 好 那視訊 喔 這個應用就是 反正 寫的出來就是5碼 好不好 想的出來就是5碼 都會打到一段話 所以 anything at a service at a service at a service 所以 這個是 隨便你去填 當然 呃 這個 有些 有些 有些小法 可能 沒有那個直接可以達到 不過 至少雲端 雲端 技術 提供一個開始 那有些之難 當然不要緊手 不要緊手 好 好 那老師這邊 也希望再提到的概念 就是說 我在找雲端那個運算 我剛剛講的無縫接口 無縫的接口 就是我如果 我第一次也不夠 我直接就 把新的一禮辦過來 現在去 我不用從一旦消大 不要從一旦開始 同樣的 如果你在另外一個層次 弱到一半 你需要更多些支援 你需要更多的空間的時候 那怎麼辦 通常會這樣想 那我只好 先把它關機 再把它搬 把整個 整支搬到比較大的電腦 去跑 會這樣子 你總是要關機一下 總是要拿 Termit的料 但是雲端的概念 它需要你做到的是 Line的一個 Scalary 就是 不需要去 拿關機 比如說 你現在在 一個雲端有一個 亂一個程式 亂一個你的應用 你突然間 使用不暴震的 銷售壓力很好 對不對 使用不暴震的 速度不夠快 這時候 你只要趕快 下個訂單跟雲端工 想說 我現在要增加10個CD 我的瓶光要增加多少 馬上 單子下去 潛固了它馬上 你的 低功成字 你的計算可力 一下子 就暴震了 馬上就可以 把這些量下化掉 你不用去關機 你不用去關掉 你這個網站 虛擬網站 你不用 這才是真正的雲端工 但是現在 很多房間的小民工 根本就沒有知道 做Live的 買圈圈 Live的Scalary 這都是假的 不是完整的 我們要做的是 像這樣的概念 我現在 需要 資源 增加 我就馬上跟雲端工 馬上加進去 我不用把我 原來這個 放得多一萬塊 對不對 這樣才能合理 這不是每家 這不是每一個 耗中雲端工 化的這個 這個 這個系統可以 有這樣做 我覺得就是 只是把它集中起來 那 這個突然 又要給我們大力的支援 怎麼辦 就不行 請你先 執行 城市光景的工作 然後我在馬里巴道 要開的地方 我還是在雲端裡面 沒有錯 但是我馬里巴道 你再去打開一次 那這個不對 這個不對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like的一個 operation like的 不管是切笔 也是 like的 或是 like的 scaling up like is scaling up 好 那這個 就是我要談到的 真正的 原本的概念 它就是 無後 它就是 anlike的 你不用去 特別的料理 任何的 操作 然後 即使你的需求 突然又改變 你只要馬上 下三竿 好 雨 馬上就幫你增加 好 ok 好 剛剛就 蓋給你 大概知道什麼 你以後 應該在台語 不知道你也知道說 什麼叫雲端 對不對 當然不是那個技術 但是 你也可以 看得上幾句 大概 從我們這個角度去看 你懂得這麼多 不錯了 非常豐富了 那我們再來看看 雲端的物件模型 越來越多 越新越多東西 讓你更了解 雲端的東西 好 我們現在拿到這個 雲端的物件模型 各位很常聽到 風有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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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免费 要不然就是很便宜 一定比你自己嫁过鱼 大概便宜 这样讲 像Google是个公有鱼 Amazon是个公有鱼 Dropbox是个公有鱼 iCloud也是公有鱼 像iCloud有很多公有鱼 所以公有鱼就是说 公开给大家利用 而且某些 某些表现者说 表现一下它是缩费的 那你要邀请多一点 它就要缩费 它还是要营业 那或是说你不想看广告 可能就可以要收费 要不然大家就 会有广告里 在那里面被使用的时候 好 那这叫公有 那一般中表企业的客户呢 因为他没有能力 嫁过自己的 所谓的机房 或是你 通常他都请降临 去用公有 比如说像我刚才 一家小公司 他要 他要换卖他的一个 数位商品 他可能就到Google Engine Google Engine App Engine 去架一个 虚拟收尾 就可以卖 开站卖 开站去卖东西了 那你刚刚自己 在用个机器收尾 然后去维护他 然后保证平方 那这个他可能 会受费 所以小公司 就让他蛮简单 希望的 跟Google Engine 好 那 私有盈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 很简直 要消耗的 自己要 架入一个机房 有能力自己 架入机房的这一种 叫私有盈 私有盈架入 对 像学校 都会有能力 架私有盈 而且架很大的 那像一些大公司 就是他有能力去 黑掉自己的一个机房 好 动一个自己的语言 就是 叫我们中山大理 可以叫个私有盈 正在我们的机房 所以各位 呃 或许可以这样看 没有收尾 就是我们中山 私有盈的一个服务 好 只对我们中山大学的学生 好 没有收尾 好 就是一种 私有盈的服务 在一个企业里面 好 那你用了 Gmail Gmail 但是都会有缘的服务 都会有缘的服务 都会有缘的服务 那讲到这个Email 好 就是一个蛮代表性的 好 有些科威企业 他都自己自己架过Email 所有在自己的企业内部 那就是只有 好 只有 这架过 那因为它到云端的代表 大家就照项彩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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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无缝啊 Sickness啊 的一些 Beatures 还有Line Line Line 的一些Beatures 都要进行 好 好 那不过 中就还算是一个 别的服务了 就是 CloudLine 的一个服务了 好 好 好 我相信我们需要的 还没有到Line Line 的概念 还没有到Line 但是它是CloudLine 就是一个Servant 用这个服务 好 那讲到 讲到这样 这样这两个语 差别在最大在哪里 好 除了说 一个是公有的 一个是 呃 公开服务 服务的 一个是自己 组织内部去架过的 好 当然 禁格 你没有公有的 你没有人家神 叫我们中三代 违路这个机 其实蛮好 蛮好成的 通常到学校的 如果可以用公有的话 多好 好 好 那我就举个实例 好了 Google 它有对每个 学校提供服务 它可以包里 Handle 所有的Mail Service 所以我们 欸 我们那个 有些系统好像给Google 给Google 做Mail Service 什么 我不知道是网是不是 还是 管理系统 里面有感觉吗 没感觉 对不对 好像有 记得有关哪一系 或是哪几个系 在管院里面 Google包了 系 系级的Mail Service 因为 Google 它可以把 你的董篇店都 都改成你学校的 每周你改成你不出来 你改成你不出来 所以你独面还是 什么 像如果 主板就是 MIC MIC 还是这样子 包给它做 系统 系统 有些系统 不只有管理也许 其他有什么 Google 可以帮你做 那为什么学校这一块 像 M Student 这一块 一直 不敢给Google做 Google也很想来做 因为对于它来讲 它可以把 服务推到 效盈 效盈下去之后 将来 各位都是 Google的潜在用户 所以它也会用 免费服务 免费服务 而且 空间更大 它可以把你的董篇店 用户 跟原来的一样 完全没感觉 它这一道蛮厉害 但是 我们后来 还是 我们后来 还是STOP 校集这一段 还是STOP 没有让Google来做 还是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 如果说有些中文 因为 邮件的传递 有些激励性 Google它可以看到 Google可以看到你的所有东西 包括内部 内部 那些谢谢这些事情发生 谁要干责任 对不对 所以说 隐私跟机密性跟安全性 就是大家现在要 往公有云发展的 一个很重要 很大的办法 很大的障碍 大家会担心 它已经没有公司 知道的 Average Average 所以 这个 这两个云很差别 所以 有些公司 它觉得 我还是自己弄 像台银店 台银店 台银店自己弄 它本身雄厚的 它这个 技力源的设计 如这个资料 特务资料 销售资料 各种资料 技术资料 何等的重要 何等的 隐私性 非常的非常的敏感 不太敢 放在公园上 所以 这一点 也成为我 接下来 最后这样 他会来讲的 一个安全的概念 到底我怎么样 如果在使用你们的时候 可以缺口 更进入安全 像这个问题 你现在用的说 你的服务 对不起 你们的资料 都被与服务提供者 看了一清二楚 完全没有隐私信 他好处的加密 都是对他内部而言 没有 神